盘点唐三最终拥有几块魂骨 最后一块也太逆天了吧 在斗罗大陆中 魂骨的数量可以说是少之又少 但是咱们的三哥却拥有着八块魂骨 那么唐三这八块魂骨都是哪里得来的呢 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在看视频之前 可以帮哥哥长按点赞加关注吗 太感谢小伙伴们了 接下来就一起来看今天的视频吧 第一块魂骨八猪毛 是唐三在星斗大森林所斩杀的一只人面魔猪所 这个魂骨也是唐三获得的第一块魂骨 也是唐三所有魂骨中品质最高的外富魂骨 唐三成神石八猪魂骨也是进化到了神器级别 第二块魂骨精神凝聚之智慧投骨 这块魂骨是高级魂师大赛上的冠军奖品 七怪合力拿到冠军后 这块精神凝聚之智慧投骨也是分给了咱们的三哥 附带一个魂骨技能 叫做紫棘神光 后与汉海乾坤照融合 品质更胜普通十万年 第三块魂骨蓝银黄右腿骨 这块魂骨是由唐三的母亲爱盈留给唐三的 十万年的魂骨都会附带两个魂骨技能 这块魂骨的第一个技能叫做野火烧不尽 春风吹又生 技能效果能够修复自身的身体 就算是断肢也可自行修复 第二个技能叫做飞行 顾名思义 就是令唐三拥有飞行的能力 第四块魂骨揉骨兔右臂骨 这块魂骨是唐三最不想得到的魂骨 是由自己爱人小五献剂而来 附带两个魂骨技能 第一个是顺移 在白米内可以说顺移到任何地方 且消耗魂力非常少 第二个是无敌精深 在三秒内可以免疫一切物理攻击 但是一天内只能使用三次 第五块魂骨邪魔虎金王左推骨 这块魂骨是七怪在第四考试 七怪与魔魂大白杀合力击杀了 十万年魂兽邪魔虎金王所得 刚好达到八十级的唐三吸收了此魂兽的魂环 还获得了一块魂骨 附带两个魂骨技能 第一个叫做虎金邪魔虎 凝聚魂力于左腿之上 化作战斧利刃飞射出去 第二个技能叫做虎金碎牙斩 瞬间爆发出无数细碎的红色光刃 四散攻击各个范围的敌人 第六块魂骨太坦巨猿左臂骨 是由重伤的二名献祭而来 化作了好天锤的第一魂环 还附带出一个左臂骨 第一个魂骨技能叫做太坦苍穹拓 是一种强大的控制技能 第二个技能叫做重力泥掌 是一种恐怖的领域性技能 在此领域内可令压制敌人 从而削弱敌人的攻击能力 第七块魂骨天青牛蟒右臂骨 是重伤后的大名献祭给的唐三 附带出一个十万年右臂骨 附带出两个技能 第一个是天青持盾神爪 这个技能太强大了 无视一切物理防御 而且还有定位追踪的效果 一旦击中 行动将会持盾十倍 第二个技能叫做天青剂灭雷体 单体攻击技能 使用时会有一条巨大的青龙缠身 从而爆发出无比巨大的威力 第八块魂骨深海魔金王驱刚 这个块魂骨的品质 仅次于八珠魂骨 是百万年魂兽深海魔金王身上所得 附带的魂骨技能暂且不知 以上就是唐三的所有魂骨信息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咱们下个视频再见 别忘了点赞加关注哦